我是李宁思 国家统计局17号公布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5.2%与上月持平 其中16到24岁失业率为21.3% 比于5月份增加0.5% 在创历史新高记录 并且是自2018年 有这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 随着大学毕业生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 青年失业率7月份可能继续提高 到8月以后会逐步下降 早前官方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应届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158万人 创历史新高 而为了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当局接连推出就业政策 教育部在各高校展开 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系列活动 引导高校毕业生主动求职 此外也引导毕业生到农村基层 从事扶贫 织农 织医和织教工作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7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 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本着对人民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依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非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说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两国发展跟着于牧林友好的周边环境 跟着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 中国奉行清晨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一向坚持与灵为善 以灵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 愿同非方一道 推动中非关系行问志愿 希望杜特尔特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 发挥重要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 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 给予宝贵支持 特别是慷慨帮助非抗击新冠疫情 发展非中友好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 他愿继续为推动非中友好发挥作用 凤合一时 曾好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 乌克兰全国多地包括首都基辅 17号早上拉响防空警报 而在东部巴赫木特 两军激烈交火 乌克兰表示过去一周 在东部及南部都收复不少失地 俄罗斯就继续在库平杨斯克方向推进 攻击乌军装备据点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视频表示 俄军西部军区炮兵发射火箭炮 在库平杨斯克方向 攻击乌军士兵和装备据点 并沿着乌军可能撤退或攻击的路线 进行射击 俄方表示冲击波和碎片散步数百米 摧毁了射击阵地和敌方防御攻势 俄方发放的另一条视频就看到 卡5-2攻击直升机机组人员 向乌军部队防御点发射导弹 炸毁敌方控制中心和装甲车 而在库平杨斯克方向 俄军在派遣卡5-2加上米28攻击直升机 对乌军临时部署点进行了12次攻击 另外也攻击了身处定居点地区的 乌军排击炮兵 击落侦掌无人机等 乌克兰军方也发放视频表示 乌军猛攻俄军在巴赫木特的据点 现场枪声不断 也不使传出爆炸声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马里亚尔17号表示 乌军在过去一星期 收复东部和南部近18平方公里的领土 但在东部巴赫木特方向 就收复了7公里领土 而在南部地区 乌军就证试图向比尔江斯克 和梅里托布是推进 他表示乌军在6月发动反攻后 至今收复的领土已达到 210多平方公里 他并提到过去一星期 俄军一直向哈克福东部地区的 酷皮杨斯克市推进 俄罗斯国家反攻委员会 17号表示 乌军出动无人艇 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是恐怖主义行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瓦 公开指控美英两国幕后 指使了这次袭击 而乌克兰媒体引述 乌克兰消息人士称 这次袭击是乌方海军和国家安全局 开展的特别行动 据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 乌方当天凌晨出动 两艘水面无人艇 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有关恐怖主义行为 造成大桥公路桥 部分路段受损 大桥的上后修复将尽快完成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当局已针对克里米亚大桥 遭受袭击一事 展开刑事调查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 发动袭击 证明基辅政权是恐怖主义政权 具有国际 有组织犯罪团体的所有特征 他又指 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与政客 直接参与了乌方决策 而据乌克兰媒体 引述乌国家安全局消息人士透露 克里米亚大桥遭袭 是乌海军和国家安全局 开展的特别行动 并指出乌方利用水面无人艇 参与袭击这座桥 消息人士称 虽然抵达这座桥很艰难 但最终还是做到了 乌克兰此前多次利用无人艇 试图在黑海攻击俄方军舰 俄方曾发布击毁乌方无人艇的视频 克里米亚大桥已经第二次遭到破坏 大桥去年10月也曾发生大爆炸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 拒绝评论这次克里米亚大桥事故 仅表示 由于克里米亚被俄军用作运送兵力 和物资的大型后勤枢纽 克里米亚大桥受损 将使俄方面临补给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再次的发生爆炸 那么据当天 俄罗斯交通部门公告 影响了将近20班列车 这次俄罗斯方面马上承认 大桥遭到袭击 并且罪责就归于乌克兰 而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乌克兰的情报消息来源 说这是海军和安全局共同策划的 那么这次乌克兰方面的军事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 虽然拒绝评论 但他暗示 说由于桥梁受损 俄军在乌克兰的后勤将出现问题 而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公问波多利亚克 就在推特上写 说任何用于运送俄罗斯大规模谋杀工具的 非法建筑都必然是短命的 无论毁坏的原因是什么 去年10月份 克里米亚大桥曾经遭过袭击 这次再次的受袭 区别在哪 又意味着什么呢 上一次大桥被袭击之后 乌克兰方面是失口拒绝负责 不过到了本月8号 乌克兰国防部的副部长就公开证实 承认就是我们乌方做的 而这次乌方干脆就不否认了 口径发生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呢 是因为去年乌克兰还想遵守 还号称遵守西方的要求 不能把战火烧到俄罗斯本土 那么克里米亚大桥 就是这个克什大桥 它是属于俄罗斯的资产 可今时今日呢也就不同了 从今年开始 乌克兰就宣布不再受西方规定的束缚 就不断地对俄罗斯边境城市发起攻击 甚至用无人机攻击莫斯科 而去年2月份之前 克什大桥呢 是克里米亚唯一和俄罗斯的运输通道 直到俄军去年占领了俄罗斯南部地区 乌克兰南部地区 才建立了通往克里米亚的路上通道 那么上个月初 乌克兰发动反攻以来呢 就一直试图切断这条路上通道 这次再向克什大桥发起攻击 那就不仅仅是象征性 也是有明显的要围困克里米亚 对外通道的具体的目标和目的了 还有呢 这次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是用水面无人艇 对于乌军来说呢 使用低空无人机和水面无人艇 都是为了避免俄方的防御系统 那么从以前成功的袭击过俄军舰艇 到这次破坏大桥呢 都算是比较成功的策划和行动 那么还有呢 再次的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能够造成影响力 但是呢 其实并不能决定整体战争的成败 不过最近我们也发现 俄军实际上也放 乌军实际上也放弃了 以高伤亡代价 大规模突破俄军防线的主攻打法 而改为集中火力 摧毁俄军弹药供应中心 和后勤补给枢鸟 试图使前方的俄军 陷入孤立五元的境地 迫使对方主动后退 或者分而制止 由此克莱呢 从日前乌军无人机 再度袭击塞巴斯托布尔军港 到这次再次的炸坏了克里米亚大桥 那都是乌军全面打击俄军重要据点 和运输线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 这类用科技手段操控的 远端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 发起的纵深打击事件 将会接连发生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16号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重申了美国在军事装备及弹药方面 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包括允许欧洲国家训练乌军 操作F-16战机 以及向乌军提供极数弹药 他并且表示 从现任总统拜登就职起 就已经大量的扩大了弹药的产能 以满足应对任何突发危机时的需要 针对向乌军提供F-16战机的训练 沙利文对外表态指 总统拜登已经准许欧洲国家训练乌军 美方全力支持一定不会成为过程中的阻碍 這些F-16訓練可以進行 針對極速彈藥 沙利文證實已經運抵烏克蘭 他目前沒有收到 部署的相關報告 但他指出 極速彈藥已經被迅速運往前線 從未來幾小時到幾天之內 極速彈藥一定會在 烏克蘭戰場部署完畢 另外 沙利文也強調 美國在持續擴大彈藥產能 以應對隨時發生的任何危機 所以,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his Pentagon to work rapidly to scale up the 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duce all the ammunition we could ever need for any conflict at any time in the futu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doing that and month on month we are increasing our capacity to supply ammunition but there is a need there is a need for a bridge between today and the day when we have hit the mark that we need some months from now where providing cluster munitions to fill a gap for Ukraine and the President was determined not to leave Ukraine to defend and allow them to have that 沙利文強調 在拜登就職時 北約標準的 155毫米口徑炮彈的庫存 已經非常短缺 而想要達到 大量生產炮彈的能力 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 才能滿足美國應對 各類風險的所需 他並諷刺前任特朗普政府 雖然不斷地說彈藥不夠 但直到拜登就職 都沒有拿出任何解決方案 已凸顯拜登在這一問題上 有所作為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悅日前訪問烏克蘭 在韓國國內受到廣泛關注 韓國政府17號重申 不支援烏克蘭殺傷性武器的立場 沒有改變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週末前往烏克蘭 與烏克蘭總統擇聯斯基舉行會談 之後韓國政府發佈 韓方將給烏克蘭在安全人道主義 戰後重建三大領域上提供支援 重建方面 韓方將通過對外經濟合作基金 和官方發展援助提供幫助 安全方面 韓方將擴大軍需物資援助力度 決定支援、掃雷器材等設備 韓國政府資金已給烏方支援 相當於48億5000萬韓元 約為383萬美元的防毒面罩、防灯頭盔、 帳篷、茅潭、野戰軍糧等人道物資 韓國國防部強調 韓方現有立場沒有變化 不會對烏克蘭支援殺傷性武器 韓國國內圍繞隱辛越訪問烏克蘭存在不同意見 贊成一方認為 這是韓國展開價值外交的過程中 表現出鮮明戰略的必要行動 韓方不會向烏方支援殺傷性武器 由此不會收到俄羅斯的指責 但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 則強烈批評說 總統親自訪問了戰場 無意於故意把俄羅斯變成敵對國 政府不應把韓國拉到俄武戰爭之中 而且俄羅斯作為與韓國的第15個貿易對象國 政府需要小心形勢 以維持與俄方的經濟關係 專家分析認為 這次隐西越訪問烏克蘭可說是 韓方基尼部被編入美國世界戰略之中 隐西越訪問是不必要做法 將會刺激俄羅斯 專家海德妞在朝鮮受到俄羅斯影響的情況下 會對半島局勢產生負面影響 鳳浩威視 金芝賢 韓國首尾報導 韓國總統 隐西越 是在參加完北約的峰會之後 到波蘭訪問 然後突然之間 上星期六就進入了GIF 他創了幾個第一 一個是韓國總統在戰時首次訪問烏克蘭 還有一個呢 就是他也是這個 應該說幾乎是唯一的帶著夫人到了GIF去的 即使是拜登呢 他也是只身去的 當時他的夫人前妻是到邊境城市利沃夫 見過這個澤勒斯基的夫人 那麼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呢 就是擔任去的 所以說呢 這個隐西越這次的這個行動呢 顯示出很明顯的 就是他按照這個西方北約的同步的 這樣一個步調呢 來援助烏克蘭 但他作為一個和俄羅斯啊 有密切的貿易關係 但是也就是這個東亞的一個 戰爭之前還算是比較友好的國家吧 那麼他也不能過多的 這個太過分的來支援烏克蘭 得罪俄羅斯 基本上呢 他去做了三項和這個 烏克蘭的合作的這個約定 一個是提供非殺傷性武器 但其中呢 知道他的掃雷車掃雷器材啊 這個是會大大的幫助烏克蘭發動進攻的 雖然他不是炮炭 但是你掃雷呢 等於是幫助烏克蘭軍的推進 第二呢就是這個人道主義援助 還有呢就是這個講好了 要在這個戰後呢 要再重建烏克蘭當中呢 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由此看來呢 這個隐西越呢 基本上他上台以後啊 這個韓國呢 就很大幅度的邁向了這個 這個國際政治舞台 這個在這個向波蘭提供武器方面 提供軍火方面 再向烏克蘭提供掃雷的 這種設備方面 那麼還有呢 在這個烏克蘭重建 還有在其他東歐國家提供武器方面 那麼都賣了一大步 當然從軍火工業上來講的話呢 對於這個韓國是有利的 但是同時呢也使自己呢 更加這個明顯的更加深入的 就是被拉入了這個西方陣營 當然了在這個東亞呢 不只是他一個朝鮮了 還有這個日本 那麼可以說呢 日本和這個韓國呀 這個現在呢明顯的 一方面呢這個積極地加入北約 在歐洲的一些事務活動 另外呢也逐漸地變成北約 向這個東亞擴張的 可以算是代理 好 現在請看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表題新聞 稍後再會 請看鳳凰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政府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震华 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科里 17号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谈 会谈从早上9点开始 持续到晚上9点之后 前后历时超过12小时 期间两人都没有离开北京饭店 据随团的路透社记者报道 谢震华在会晤期间表示 希望两人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 科里表示 未来三天希望能够向世界表明 美中双方开始采取重大措施 向世界释放两国应对挑战的决心 希望就应对气候变化取得切实进展 为即将召开的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一约方大会做好筹备工作 科里到中国访问的这个时候 正好是全球大部分地区都被热浪席卷 这在在地显示出气候危机的严重性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美国呢 想必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必须和中国合作 因为只有这两大经济体 也是两大排放国家 共同合作 达成共识 才能够引导全人类对抗气候变化 在这方面呢 这个其实啊 中美两国的气候合作 应该是在中美关系正常的前提下 背景下进行 这呢也是西方政客 或者西方的有识之士啊 都已经意识到的 所以说呢 这次科里访华 它的意义超过了这个在气候方面的两国的合作 我想起上个星期 在英国金融时报上 看到他们的专栏作家 马丁沃尔夫的一篇文章 题目呢 说西方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虚伪 他其中这样写道 他说当今世界啊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核心 幸运的是 现在美国政府在努力减少摩擦 那么最近呢 布林肯国务卿 耶伦财政部长访问了北京 现在呢 科里又要访问北京 他引用了耶伦的话说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钩 对两口来说 都是灾难性的 也会给世界带来不稳定 而这实际上也是不能实现的 所以说这个沃尔夫写道说 人们必须赞扬这个澄清的目标 提高透明度和深化关系的努力 他说我们绝不能像对待俄罗斯那样 与中国发生敌对行动 更加好的是 我们需要让这种中美关系符合世界的利益 那么当然了 他说西方的担忧绝不能仅限于和中国的关系 和世界其他地区也建立更好的关系 也是很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 他说了 需要西方认清自己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 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严重的违反了基本道德和法律准则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这一点 承认这一点 但他们同时也记得西方国家作为帝国主义和侵略者的悠久历史 那么说到这个气候问题了 他说发展中国家都知道 气候问题现在之所以紧迫 是因为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排放量 发达国家曾经利用大气作为污水池 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就不能 所以如果排放量要迅速下降 就要需要由发达国家来支援新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必须提高更多的援助 减免债务 所以说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现在想到中国来商量 但中国在联合国的定义上也是发展中国家 而且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品 或者一些钢铁铝产品 都在进行一些提高关税和进行限制 所以我想中美两国要解决气候合作问题 在全面的关系上必须改善 好 看另一则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号开启中东三国访问行程 他首站抵达沙特 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本·沙勒曼会面并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方式 岸田文雄在车队的护送下 抵达鸿海城市极打的宫殿 沙勒曼欢迎岸田到法 共同检约仪仗队 后举行了会谈 日经新闻日前报道 日本将与沙特敲定一项 联合投资开发稀土资源的协议 双方将联合投资第三国的资源开发项目 以获得关键矿产的使用权 沙特16号表示 仍致力于确保日本的石油供应 并将继续与东京在清洁氨和回收碳染料方面合作 岸田17号转访阿联酋 展开首次的访阿行程 之后还会访问卡塔尔 确认两国在能源和其他领域的合作 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17号在印度西部甘地纳格尔召开 会上讨论应对严峻的全球经济挑战 包括气候变化和低收入国家债务增加带来的威胁 主持会议的印度财长西塔拉曼 至开幕此时表示 会议将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和全球健康相关的问题 西塔拉曼表示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仍然不平衡 而且低于平均水平 加上前景未明朗 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包括与地缘经济碎片化相关的风险 需要各国共同协调来应对 西塔拉曼并且提到 G20框架工作组 打造了粮食和能源不安全相关的 宏观经济挑战 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 各项问题都表明了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点击浏览 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地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